烟价大涨20元 苹果之急撕烟茶器 烟价一次要大涨20元 来路不明的撕烟省去烟捐 烟税还有关税 只要合法进口香烟的半价 居然大受欢迎 苹果六日之急茶器人员 一连前往三处烟摊追查 摊商无奈解释 一直都是这样卖 但茶器人员指出 这是典型合法掩护非法的模式 摊子上各种杂牌香烟 以一支两元让民众试抽 就算茶器人员忙进忙出核对 业者还是继续贩售 后方的仓库就是存放位置 被查获的撕烟一一贴上封条 不爽被取缔的业者还咬出 市场外的冰浪摊也有在卖 茶器人员指出 贩售撕烟违反烟酒管理法 最高可罚50万元 近期一定会严加茶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